哈喽,大家好,我是美逸,我生活在泰国清迈 今天我们要用皇冠露角菊砍下来的营养液 给别的露角菊做积淀 工人手上拿的这个厚厚的东西 就是皇冠露角菊的营养液非常厚 根也在里面 爷爷跟我讲了一下为什么用这个而不是用叶子壳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用葱花菊 你用我的手 这样就会像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它会永远保持平均 它会不会保持平均 好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水还在里面很浓 你看 这样 这个是以前的皇冠露角菊的营养液 皇冠露角菊长得特别大 我们把它切开来重新装了一下 切下来多余的营养液 就用来种植别的露角菊 工人现在搞的这个露角菊 是个hybrid 就是杂交的品种 不是原生的 这个坐在地上的呢 是女王露角菊 现在我们要把它的那个盆子 重新弄一下 用皇冠露角菊的营养液 栽在里面 然后再把女王露角菊放在盆子上 你看工人呢 正在砍这个皇冠露角菊的营养液 非常浩化 然后装进这个大盆子里 底下就是全部都是装那个皇冠露角菊的这个营养液了 然后呢再把这个女王露角菊做上去 装进盆子里的皇冠露角菊营养液啊 要把它压紧 就是压实一点 装了九层满了之后 在上面铺盖一层叶子壳 这个黄叶色的就是叶子壳了 这个叶子壳呢 不只是要把这个盆子给铺平 而是要中间要拱起来 有点像个圆 就是拱起来的球状 这样子呢再把那个女王露角菊放在上面 就整个是个球 圆球形啊应该怎么说 工人用刀在这个盆子的两侧好 钻两个小洞 这样子呢就可以固定这个女王露角菊了 毕竟它放在上面肯定是不法固定的嘛 必须要搓两个洞 然后再把绳子绑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根银色的细线哈 不要太显眼 否则的话不好看 那先拿这个线穿过这孔 然后打一个结 对吧 固定住 然后再把女王露角菊放在上面 然后呢这个线呢要穿过这个营养液 就是要把这个线啊藏在这个营养液中间 不要那个露出来 否则太丑了 然后穿过这之后呢 到另一个另一面再 再用那个孔穿过去固定住 其实这东西不需要绑太多的 绑太多的话就不美观了 这个线穿到了另一侧 然后工人呢 实定的摇晃一下这个女王露角菊 看一看有没有固定住 你看看多侧是侧是 固定住 其实一根线就可以固定住了 不需要绑很多的 它这个测试哈 其实是很固定了 摁好了之后呢 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打个结 然后再反复的绑紧 不停的绑紧 绑得很紧 然后呢就打个结就结束了 你看就这样子 没有说要长好几根线 因为你长好几根线的话 真的就不好看了 我们那个蕨类植物园通常 就只是长必要的一两根线就够了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搞完的 女王露角菊了 这个随便放在哪个地方都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你对蕨类有任何问题呢 或者你觉得我的视频有任何问题呢 都欢迎跟我直接联系 因为我很想把这个好好的做好 还没有人 还没有人